將來新冠病毒會不會像季節性流感 即是每年某一段時間會出現 現在都未知 各位朋友你們好 我是湯醫生 今次在卓建明家的頻道中開了新節目 叫妙手人心 這個節目最主要是醫療平台 最主要介紹我所認識的醫生朋友 他們本身以往的經歷 未來的發展 以及他們在醫療方面各個領域一些資訊 很多謝大家今次來觀看我們的節目 首先我介紹拍檔Moris 各位好 我是李慧文律師 很高興 妙手通常是給了醫生 但她說妙手的位置給了我 因為我本身另一個職業就是作家 作家當然要用電腦 心底好的馮醫生 那我交換給湯醫生介紹 今次我們第一次都入訪此節目 我是第一個嘉賓馮康醫生 馮醫生你好 大家好 我是馮康醫生 現在在中大醫院做行政總裁 剛剛醫院新開的 我同時也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應用教授 最主要是教醫院管理 馮醫生你出鏡出到嚴訣 因為我們小時候已經看得到嚴訣 Moris 我是你的後輩 馮醫生 馮醫生 我們最近的話題都很難離開冠狀病毒 Copernitin 大家最近都開始擔心 會不會有第五波的疫情 你怎麼看 這個很難預測 因為疫情相對好 所以好的時候 如果突然說立即大規模 我全程封鎖的時候 大家又會有很多怨言 但是處理方法 我又說馮醫生 如果我們年紀長的都記得他 當年SARS差不多是電視 一天出現幾次 等於現在的發言人 你兩件事如何相比呢 當年SARS的病毒 和現在的病毒是有些不同的 雖然都算是一個冠狀病毒 但是當年的病毒 傳播性沒有那麼強 死亡率和嚴重性比較高 這個病毒傳播性很強 即是說大家完全沒有徵狀 都可以傳播 但是嚴重性死亡率反而沒有SARS那麼高 作為你公共健康管理 其實是誰比較容易的 你這樣對比是以前的 如果從經驗的角度來看 你現在是比以前的病毒 因為傳播性不高的時候 你隔離所有人 然後傳播鏈很快就斬斷了 然後三個月下來就沒有了 這隻的傳播性強 這樣變成了 其實就 即是難斷尾 難斷尾 我記得當年SARS 我們到了五六月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很多隱形的病人 而所謂的隱形的病人 大部份都是在老人院 年紀比較大一些 身體很弱的社群裏 才找到隱形病 因為它的徵狀不近 但是現在很健康的人 都可以是隱形的 隱形的傳播者 變成很不同的 最近健身群組 因為很多是隱形的 在中萬年無法接觸 他們沒有徵狀 所以就算你有沒有打疫苗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都仍然是重要的 現在很多專家的意見 都認為你戴口罩 不是表示你打了疫苗 就不用戴口罩 打了疫苗也要戴口罩 馮先生 你覺得 如果我們想解決這個問題 下一步應該做些甚麼 還有你覺得我們 有機會何時可以解決這件事 是的 現在很難撐 沒有全世界的專家都在問這個問題 我不是傳染病的專家 所以我也沒有確實的答案 可以告訴你 不過我亦看很多 專家所發表的一個意見 有幾點是重要的 第一點就是 無論有沒有疫苗 有一段時間 我們仍然要保持住這些公共衛生的措施 包括了出街戴口罩 然後保持住社交距離 這是重要的 洗手 結手是重要的 三部曲 第二點是重要的 就是要增加疫苗的接種 這是重要的 例如在美國來說 他們都預計 他們現在的接種率 要到秋天 才能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大家要鼓勵身邊的人 快點接種 不要反而叫他們 擔心就不會接種 希望今年年底 明年有機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是的 如果大家能夠 繼續保持這些措施 有效的措施 然後繼續鼓勵大家 接種疫苗的時候 希望到了年底 應該能夠 但醫生的過程真的很漫長 現在這樣打法 你要打成七百多萬人 這樣逐個月 都打到今年年底少大 因為現在是一個 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也要想到一個情況 好像世界衛生組織說 其實如果我們說要控制 一個全球的大流行 不是說某一個國家控制了 那就叫做控制了 是要全球控制了 才叫做控制了 這個世界大同很重要 這樣就很久了 因為我再理解 如果病毒在其他國家 繼續繁衍的話 其實它變種的機會越來越大 即是一邊變 我們一邊轉疫苗 都搞不定 所以我想全世界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令到可以打完疫苗 令到病毒不能再繁衍 希望世界可以繼續向前走 還有我想問馮醫生 其實現在聽你這樣說 其實不要以為沒有第五波 第六波第七波 其實換言之 我們的心理狀態就是 這些波 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 現在我們不能夠預測到 譬如我們有一個有效的疫苗 控制之後 到底病毒的發展軌跡 會是怎樣的 即市民以為打完就沒有波 或者大部分打就沒有波 都不是的 譬如像季節性流感 季節性流感 每年到冬天都會出現 有些專家會問 將來新冠病毒 將來會不會像季節性流感 即每年或一段時間會出現 現在都未知 還有我幫我朋友問 很多朋友說 打完究竟何時要再打 還是不用打 這個我都未知 現在就知道要打兩針 打兩針之後 到底免疫維持多久 以及要一年還是半年 我們要追蹤病靈的效果 即是要數據統計 我想這些慢慢才會知道 我想我們需要時間去引證這件事 其實我們今天也很感謝冬醫生 跟我們說了這麼多新冠病毒的問題 我們都認識多了很多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真的說了多少都說不完 冬醫生 是的 這個話題真是很複雜 我們下集再說另外一個話題 好 其實就到會兒了 今天還可以這些 我要開放到味噓的 很瘋狂的